自我介绍 然后就可以开始了 谢谢 啊 挺好 谢谢 那么我 我叫李文发是中科院的 就是你所的那个老师 然后目前主要是 然后我做了一个星座学系 也做了很多年 然后做这种图像处理的话 如果我们做了摇杆 肯定理由覆盖啊 什么样的 都会用到这些东西 所以也做了很多这方面的工作 那么今天 再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我最近的就是 有一点内容 就是他是讲的要contract learning 这种原学习之间就这样一种一种关系 然后他通过一些巧妙的方法 就是来设计通过原学学来做这种 这种contract learning 就是自监督学习的这样一个功能 也就是在给大家分享 然后也给大家讨论 然后 那么 那么就是这篇文章 那么这个作者是马里兰大学的 就为老师海学生就是做了一篇内容 首先我做这个自监督 应该大家都很清楚 就是先做个简要的一个地点 就是说非监督的这种自监督学习的话 它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技术吧 然后它最主要的特点就是有大量的一种非雕竹的样本数据 然后做微训练 最后做微调 来得到一个预测 那么 传统那种 监督学习的话 像在 医学可能也是类似的 像在我们摇杆领域的话 它会 会有大量的标注样本需要标注 但这个费用非常的昂贵 所以如果有这种自监督学习的话 它会大幅的提高这种效率 然后通过自监督学习 得到这种训练模型的话 效果确实是比 那个 直接训练的人要好很多 就是像 我对火的大语言模型 其他很大的基础就是自监督学习 就它其实就是对 大量的那种门本 上一种门本做自监督学习 最后就 产生这种涌现的这种能力的这种涌现 所以 也是类似的 那么 Contracted Learning的话 它是一种自监督学习的一种 然后还包括 自监督学习还包括了这种 像那种 reconstruction 那种 Odencoded的类似的这种方法 然后自监督学习 它是其中另外一种 然后这种方法 它 就 其实是一种对比 学习的这种方法 然后它 它首先把这个图像运载到一个 embeding空间 就是嵌入式空间 然后它会对它们这种类似的图像 也算它们的距离 然后不类似的图像也算它们的距离 然后 它的审视函数的话 就是说 能保证类似的图像 它这种 距离是最接近的 然后不类似的 负的这种 负样品的话 它的距离是无限大的 这是它构造的一个审视函数 那么它通过这个 这是第一种审视函数 就达到这么一个 一种目标 就是说 距离类似的图像 它这个审视是 接近零的 那如果是非类似的话 它就出现很大 然后这是第二种 这是这种多类 对它们进行一个 拓展 就是省上的拓展 那么这是一个 对比学习 然后最 就比较著名的 逐项层的对比学习 就是C1C1R的一个算法 然后它通过 这些样品 然后通过这种增强学习来取得 它们的一些 其他的一些样品 然后最后通过一个C1R MAP 后来它的那种类传空间 然后最后算它们的距离 然后通过这个距离算大的 省上算的话 能够起到一个 之间的学习的一个作用 然后这个方法的话 通过这种训练 学习的话它可以提高 它大幅提高它这个 有微调的这个精度 那么这篇文章 最后就谈到我们的 这篇文章的话 它就提出了 根据这种 他们这种对比学习 还有原学习的一个思路的话 就提出能不能用原学习来 来提高这种 来进行之间的学习 就类似这种对比学习 那么这是它这篇文章主要的一个 主要的点嘛 然后它就说 给出一些非标注的数据集 然后呢 对每个样本 它都会产生一个增强的数据集 比如说有 可能是加一些噪点啊 或者旋转啊 反正很多种 主要增强技术吧 然后它获得一批样本 然后它在里面 每个每个数据点 每个那个探前的话 它可能就是做一个 嗯 做一个类 就它这人家的类 里面的class 就定义为每个每张样 每张图片 然后每张图片呢 同类的 它就是通过图像增强获得的 然后不同的图片之间 它会认为它们是 不同图像之间 它们 它会认为它们是 是负累 然后它就 然后 这个 然后原型是最重要的 就是它这个任务的这个设计 是Task的一个设计 然后Task 通过Task的设计 然后这个原模型 还能抵合 使它更适应于各个Task 自己的任务 嗯 的话 然后它会活着一个 适应性更强的一个原模型 那么 这是它的一个基本的原理 然后通过这个 嗯 药品类的这个 图像增强的一个设计的话 来加 来实现这样一个 之间的学习的功能 那么它跟 这种CNR 那个比较的话 它会 原学习它会抽取多次 然后呢 它会比较所有的药品类 而原模型的话 它其中它有一个 Supported Example 还有就是它一个 Cquery example 然后它会 对这个 原模型这个 优化的时候 它就是直接对这个 Cquery example 的话 对他们来求他们 省事函数对他们优化 嗯 然后就是最后的话 它会对 嗯 那种CNR CNR的话 就这种比较 嗯 就直接对整批数据定训练 就直接算他们的那个 对比对那个 省事函数 所以它跟原模型的区别 还是比较大的 那么这是它的一个 算法的一个框架吧 嗯 就这个 之间的学习 然后这些 像 内循环 外循环 微调啊 之类的 它 嗯 它这个 其实跟一般里面 学习都是类似 它的主要的差别就是 嗯 每个样本 它会做一个图像增强的一个处理 然后每个 图像样本的 增强的图像 它会作为它的一个同类 然后不同的 不同类之间 它会 觉得它是 不同的类 然后都会放到那个圆 圆的 任务里面 会作为一个 类别要的 所以这是它最比较 我觉得 设计比较的 独特的地方 然后 通过这样一些 内循环外循环的一个虚拟的话 提高它这种 原学区的一个任务 最后就是这个 最后这个update的话 就是它外循环的一个 参数的一个优化 然后呢 这个 右边这个图的话 是它的一个 对比和原学区的一个 一个对比图 然后它这个 省事函数 还有它的那种 任务分高的一些差异 所以 它这个设计的话 还是比较强 然后它又 那 那 右下的它又 BV BV 和 K shot 然后它这里BV的话 就是那个back size 然后 每个 每个的那个 图像的 它会作为 直接作为一个类了 然后它真正的图像 就作为这个类里面 然后也是靠的那些影像 那通过这个原学区的话 它就发现比那个 被比学区的话 精度有所提高 比如说它这里列出了 8的数据吧 8的数据的话 精度都是最高的 这个它R2D2 是另一种原学区方法 还有这种原型网络 是另外一种 很简单的原学区方法 然后 发现这个R2D2 把它这个原型学区 精度是最高的 然后它可以 比如说 第一个会达到 提高了百分之二 就是 那个精度 然后 反正大概会提高 百分之二 以上 二到三左右 然后这个效果 还是不错 另外这篇文章 最后还提到这个旋转 我觉得也挺有意思 就是它 图像增强 像我们知道 有一种图像增强 叫做图像的旋转 就把它转一定的角度 然后它这里的话 就是说 它发现如果 像图像增强的时候 它可能你可以 随机的选 随机的旋转它 而且可以单张图片 它旋转角度不一样 但这种 这种旋转 它其实发现效果 并不是太好 而它这里就提出说 某一类 它这种某一类的那些 所有的图像 我都把它旋转同样的角度 它这里就分成了四个角度 就随机的选取 然后0度 90度 180度 270度 然后来划分它 支持集合 查询数据集 然后这样的话相当于 把这个图像样品的课程了三倍 然后它这个 错了旋转之后 它对它的这个 省时函数还做了一些改进 就加了一个 相当于加了一个正常线 就是它加了一个旋转 角度的一个 省时的一个分函数 就这个 它这个省时函数 就确保它 它这个角度 它就是说它 让它预测它的一个旋转的角度 让它实际的角度做一个对比 然后获得一个省时函数 然后通过这个省时函数呢 就获得一个 图像增强的一个相关的 一个省时函数 给原有的那个 省时函数 跟那边的省时函数 比如说插上二插上走一个比较 然后还有一个 一个控制参数 最后它 经过测试的话 发现它们这种批量 批量性的这种图像旋转 还有加这个旋转的 这个增强的省时函数 也取得比较好的一个效果 像这个mix 然后加这个旋转的这个 在几种方法里面的话 它就是 觉得比较好的一个一个一个结果 这个是比较有意思的地方 然后 基本上就是就是这些内容 然后我感觉这篇文章 它 它把这个云学学扩展到这种 直接的学习 这是我觉得 它比较有意义的地方 尤其它在这个样本 主要增强的划分方面 另外它对这个 主要增强的这个参数方面 我觉得也是对 对我们在这个这个图像处理 就增强方面 如何来设计这些省时函数 然后怎么来 来这个对样本进行处理 也都有些歧视吧 所以我的演讲 就到这里就结束了 也就写 大家看还有什么问题 我把这个打开 谢谢连房 我觉得这个非常讲的 我觉得非常这个有意思 简单可以